今年YEF的海外参访 在Amazon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不是三座超大的玻璃球屋 也不是无人商店Amazon Go 而是在这家国际级企业里 居然有个叫台湾中年的社群 里面是500位来自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发挥我们台湾人的人情味 也有一个社区的社区 以及西雅图重视社区社群的传统 给我们很好的示范 在Amazon相当重视 Day One Fail Fest的性格 他们用第一篇严谨的态度 去面对工作和责任 每天都创新 不怕失败 在这样的氛围下 在Amazon负责资讯安全的陈奥维 他发起成立了台湾中年的社团 希望帮助来自台湾不同部门的伙伴 能在公司有好的发展 因为他们不只想成就自己 更希望能成就他人 台湾中年对陌生的我们也相当用心 他们甚至大阵上派出六位学长姐接待我们 大方分享他们在Amazon的工作经验和感受 我想这一点和YEF学长姐也是 对我们的传承精神是一样的 目前 哈维学长也在积极筹备一个非盈利平台 希望连结全球各地的资源 来培植台湾的年轻人才 这我在听到的时候其实内心有点小震撼 我当时因为类似的形化被反对就放掉了 这也让我不禁去思考 放掉真的很容易 但我不该这么轻易放弃 就算失败我也能学到东西 在台湾中年的学长姐身上 我更看到了Amazon Belfast的性格 不畏继续尝试 敢说敢做 更重要的是 从中累积经验才能在下一次做得更好 我期许自己要拿出勇气和态度 成为一个乐于分享和传承的人 并发挥真正的影响力